第157集 阴卢营在安排时,刻意让卢云所处的角度一眼瞅去的,便是吴黎的正面。 当下,吴黎这与贫宿在他面前时,那完全不同的轻蔑不屑,还有傲然自信,都完全呈现在卢云面前。 吴黎这样的眼神,与他三姐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令得卢云根本不敢寻思,稍一寻思,便让他一阵心慌意乱。 少妇也看到了吴黎眼中的不满,他恼怒地挑了挑眉,转向他父亲,撒娇道。 父亲,你对六妹可真是好,他说要租在外面,好让那个姓卢的郎君接近他,你就硬朗。 当年,你对我可没有这么好,我都不知道什么呢,你就定下了硬朗。 少妇的娇嗔声,又软又轻,随着那句,他说要租在外面,好让那个姓卢的郎君接近他, 清楚无比地传入卢云的耳中,他只觉得胸口一闷,似有一块巨石堵在其上,令他呼吸困难。 卢云站在一侧,他把弟弟的表情变化收入眼底,微微弯了弯唇,无声地冷笑起来。 少妇的话一出,那中年商人马上亲贺道, 你们姐妹,难得见一面,怎的话没有说出两句,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没个清静。 正好这时,小二送上饭菜来,中年商人沉着脸喝道, 食不言,请不语,用餐吧。 他说出这句话后,隔壁安静下来。 这妇女三人显然很注意用餐礼仪,吃起饭菜的动作优雅精致,透着种讲究。 一时之间,隔壁只有咀嚼声若有若无地传来。 在这种安静中,一个护卫走了进来,他凑在卢盈耳边低语了一句。 当下,卢盈站了起来,他转出几步后,朝着脸色一时清,一时白,表情相当复杂的卢云说道, 阿云,走吧。 卢云连忙应了一声,跟在卢盈身后,从酒楼的后门离开了,一直到上了马车,他都没有说话。 直到入了府门,卢云眼看着卢盈似乎有什么急事,大步朝前走去,他才开口唤道。 大哥! 卢盈回头。 卢盈看着他,嘴唇发白,他尖色地说道, 大哥,无礼他。 卢盈静静地看着卢云,他直视着他的眼,轻声说道, 还有四次,阿云,我们还可以再听四次他们的谈话。 说到这里,他垂眸,刃油长长的睫毛,遮住眸子中的冷漠,淡淡地说道。 昨晚大哥告诉过你,我派人盯着无礼了,所以,有一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却能知道。 我怕我说出来你也不信,便不想提。 阿云,你可以再用三个月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女人的另一面,了解她一直在你面前掩饰了的,在得到她想要得到的一切之前,都会藏住护住的另一面。 说到这里,卢盈偏然转身,卢盈走得干脆,如寻常一样的干脆。 卢云却像在成都时一样,清楚地感觉到,她对自己是那么失望。 目送着卢盈进入了院落,卢云像失去了所有力气一样,心里闹得枉,整个人又烦又苦,又痛又闹,恨不得远远避开了,又恨不得马上找到无礼,逼问她今天与她父亲姐姐在一起时,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乱到了极点,她却什么也不想做了,她想,她得好好整理一下,好好寻思一下。 在卢云失魂落魄地经过临音道时,两个护卫大步走来,与她擦肩而过,隐隐中只听得一个护卫说道, 卢温郎君让他们几个布置这种渔网机关,想干什么? 另一个护卫低声道,她还能干什么? 刚才不是禀报了郎君,说是今晚主公会来吗? 她这是等着主公呢? 一个护卫惊仪一声道,这,竟有这等事? 不成,得马上把卢温郎君的所有举动禀报主公,让她有所防范。 这还用你说,管事刚才已经派人去禀报了。 第一个护卫确实不解了,她祈祷。 诶,这倒是奇怪了,卢温应该料到我们会禀报啊,难道他另有谋算? 另一个护卫摇头,她闷叹一声,道。 我怎么知道哦,这卢温形势,我就没有看懂过。 还是锅头说得对,老这样待在卢温和主公旁边的人,肯定老得快。 两个护卫的声音飘入卢温的耳中,绕了绕后,又全部被风吹散,一点不留痕迹。 卢温高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书房。 刚来到台阶上,她一眼看到了元娘。 元娘刚一对上她的眼,便马上垂下眸,藏住眼中的神采,怯怯地说道。 阿云,你饿不饿? 她的手上,端着一个盛满了糕点的木盒。 陆云没有精力说话,便只是摇了摇头。 在与元娘擦肩而过时,她突然止步, 回过头,向元娘喃喃地问道。 元娘,你说,吴黎是个什么样的人? 元娘摇了摇头,悄悄抬眸看了她一眼, 转右低下头,轻声回道。 我没有见过她,不知道呢, 不过大哥好像不喜欢她。 见卢云转过身朝书房走去, 她以极低的声音说道。 大哥看人好准的, 我与她相识这么久, 还没见她看错过人。 她的声音很低, 可还是传入卢云耳中, 令得她脚步一僵。 来到书房中, 闻着满屋子的墨香和竹香, 露云才觉得心里稍稍舒服一点。 她低下头, 把脸埋在掌心中, 一屁股瘫倒在榻上。 刚刚做好, 那些令得她心慌意乱, 烦躁得又想哭, 又想杀人的话语, 便一遍又一遍地在耳边回想起来, 令得她急于疯狂。 阿黎, 你搬出去也有两个多月了, 事情进展如何? 还好, 阿黎自小聪明, 书读得又多, 说起来, 我们六姐妹, 阿黎你是志向最远大的。 不知你那如意郎君, 现在与你进展如何? 何时可以入住卢府, 成为卢府的当家主母? 父亲, 你对六妹可真是好, 他说要住在外面, 好让那个姓卢的郎君接近他, 你就硬了。 昨晚大哥告诉你, 我派人盯着无礼了, 所以, 有一些事, 你永远不会知道的, 我却能知道。 我怕我说出来你也不信, 便不想提。 阿云, 你可以再用三个月的时间, 去了解一个女人的另一面, 了解她一直在你面前掩饰了的, 在得到她想要得到的一切之前, 都会藏住护住的另一面。 这些声音, 如文莹一样挥之不去, 一而再地在她耳边缠绕, 令得卢云烦闷到了极点, 令得她只想拿一把剑, 把一切都砍了杀了。 呆了一会儿, 卢云突然叫她, 拿酒来, 拿酒来。 一个婢女应了一声, 转身朝外走去, 遇到另一个年长些的婢女后, 这婢女低声说道, 卢云郎君想喝酒, 要不要禀报大郎?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 林嘉诚 演播 太太子 不必了, 大郎刚才发了话, 今天晚上只要卢云郎君不寻死, 一切由着她。 如果她要喝酒, 就上最好的美酒。 是。 不一会儿, 上好的美酒便摆到了卢云的榻前。 她给自己倒了一种, 羊头一饮而尽喉, 却因为喝得太猛, 给呛得眼泪都出来了。 呛咳了一瞻, 卢云继续倒酒, 继续一饮而尽。 如此三四钟后, 向来不怎么喝酒的她, 开始头脑晕沉。 又喝了两钟后, 卢云突然双手抱头乌叶起来。 听着里面的乌叶声, 原娘急得直转悠。 她转了两圈后, 向一婢女求道, 让我进去看看她好不好。 那年长的婢女摇了摇头说道, 大郎交代过婢子, 今天晚上, 不许原娘你接近三郎。 可,可是她在哭呢? 大郎说了,让她哭。 可,可是她喝了很多酒。 大郎说了, 这使她活该。 可是,可是她这么难受, 都没有人陪陪她。 大郎说了, 男人一旦喝醉, 心只会有不堪之处。 原娘是他们兄弟真爱的人, 不能让她因一时心软, 而令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大郎还说, 三郎因无离那样的烟脏女人醉酒, 本已不堪。 要是让原娘成为那种女人的替身, 对大郎和原娘来说, 都将是奇耻大辱。 这话, 说得很明白了。 原娘呆了呆, 半晌后, 她垂下双眸, 轻轻说道, 多谢大哥看重。 说吧, 她转身离开。 这一次, 她的脚步变得非常轻盈。 时辰, 一点一滴过去了。 陆莹自从五香楼出来后, 整个人都轻了几经事的, 连心情也是愉悦的。 她舒舒服服地泡了大半个时辰的澡, 再悠然自得地鼓了一会儿琴, 等到傍晚来临时, 她换上那席汉阳时, 刘江送给她的红色袍服, 回到寝房, 美美地吹起竹叶来。 当太阳沉下地平线, 一缕缕金色中夹着红色的霞光, 染红了天际时, 一辆宽敞精当而外观普通的马车, 在几个轻衣人的簇拥下, 出现在卢府中。 看到马车中走出来的人, 整个卢府, 无论臂谱管事, 骑刷刷跪下行礼。 因不想惊动外面的人, 这些人只是以头点地, 并不曾出声。 脚步声响, 一袭玄金色的外袍, 在夜风的吹拂下, 烈烈作响。 身着玄金袍的高大俊美的男人, 走到院落后, 仰头看了看, 他淡淡丢下一句命令, 后着吧。 然后, 他转向一个婢女。 卢文何在? 带路。 是。 看到那婢女领着自家主公, 走向卢文的请房, 众人都低下头一声不吭。 也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间一个护卫小小声地问道, 你不是说管事已派人禀报了主公, 说了卢文今日下午的异动吗? 怎的, 主公还问卢文在哪里? 另一个护卫一争, 愣愣地说道, 这, 这两者有关系? 第一个护卫瞪了他一眼, 想起一事, 脸色一白, 不由压低声音急说道, 不对, 主公明知卢文弄了机关, 怎的不令护卫开道, 而是独自前往? 不好, 那信报, 只怕没有及时送达主公手中, 他刚刚说到这里, 默的, 阁楼上, 卢文的请房外, 陡然间传来一阵闷响, 那响声如此突然, 几乎是响声一起, 几个耳间的护卫, 便听到自家主公发出一声闷痛声, 在太子府跟来的几个轻衣卫还愣神时, 那最先醒悟过来的护卫, 急声叫道, 不好, 主公中了卢文的机关了, 什么? 他这话一出, 中轻衣卫齐刷刷转头看向他, 只见一阵依昧穿过夜空的风声响过, 转眼间, 三个轻衣卫以闪电般的速度, 朝着卢文的请房扑去, 而其他的轻衣卫则愤怒地转过头, 瞪向卢府众护卫, 可怜的卢府众护卫, 他们可是个个都出自太子府的, 见到昔日同僚指责的目光, 一护卫苦着脸急道, 卢文中午时就令人不止机关, 当时管事已派人禀报, 怎么, 你们没有收到消息啊? 一个轻衣卫怒道, 殿下如此繁忙, 他连陛下的旨意都没法第一时间观看, 谁那烦去看你们那禀报? 他这话一出, 自己也察觉到其中的问题, 马上指责道, 怎的殿下入府时, 你们不曾上前禀过? 他这话一出, 卢府众护卫面面相去, 同时想到, 我们怎会知道那禀报给压了, 还有我主公心中有数了呢? 到的这时, 一切前因后果都已明了, 众护卫也没了精力相互指责, 一个个昂着头, 看着上面, 等着那几个赶去的轻衣卫, 那三个身手敏捷的轻衣卫, 很快便下来了, 他们的脸色, 有点奇特, 对上众人的目光, 其中一人沉着脸, 低声喝道, 主公无药, 都退下去, 一个个聚在这里闲言闲语, 像个什么样? 他这命令一向, 众人连忙一一散去, 各就各位, 只是, 直到在各自的位置上站好, 这些人的目光, 还忍不住看向卢文的请房, 想到, 也不知主公, 中了招没有, 外面的喧哗, 卢营的请房中, 一概听不见, 这时刻, 正好最后几缕燕红的残阳, 透过沙窗口, 罩了进来, 那如雪如燕的霞光, 铺泻在地板上, 铺泻在红袍似火, 说不尽风流俊美, 道不玩冷窍优雅的卢文的脸上, 身上, 雨染红了半边请房的霞光中, 俊美的卢文, 负着双手, 笑意盈盈地一边夺来, 一边悠然叹叹。 主公, 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呢? 上一次在霸河, 你给我一鱼网给网住了, 这一次, 怎能又被我给网住了呢? 唉, 亏得我要下手时, 还万般舍不得, 还给了那些狗腿子充足的时间, 让他们向你禀报此事。 我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主公你, 居然还是中了机关。 主公, 你可真是让卢文失望啊。 秦宫的入口处, 一张巨网从房梁处照下来, 此刻, 那被罩在网中的男子, 他束发的金罐已然歪掉, 长长的墨发劈泻开来, 有一半发丝挡住了他俊美无仇的脸, 只露出另一半脸, 和那双冷冰冰的, 乌云笼罩的沉黑的眼。 他站得笔直地盯着卢营, 一言不发着。 一袭红袍, 俊美地透着惊心动魄的艳色的卢营, 丝毫不在意他的冷脸, 正复着双手, 踩着残阳泄进来的霞光, 围着被紧紧附住的刘江, 转了, 转了, 转一圈, 他脸上的笑容便灿烂一分, 再转一圈, 他脸上的笑容又灿烂了一分。 转第三圈时, 卢营乐出声来, 他笑眯眯地走到刘江正面, 歪着头欣赏着头发凌乱, 难得狼狈地他扮赏, 卢营乐道, 阿江, 在迎你回洛阳那天的前一个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呢。 他也不在意刘江根本不看向自己, 镜子眯着双眼直笑, 我梦见你也是这副打扮, 嗯, 也是金冠书发很严肃的样子, 稍后, 你看着我说, 卢文, 我怀上你的孩子了, 哈哈哈哈, 。 cem ,